把这一块量一下 好 赵可 你过来看一下 你看一下 这就应该是死者的身份 他的工作状 跟这个服装公司联系一下 确认一下死者的身份 好 从现场环境上来看 造势车辆应该是两额的摩托车 从留下车漆的颜色上看呢 应该是黄色的 具体车型还要经过调查 才能做一下确定 我看 咱们还是老办法 还是分成两组 齐晨 你跟米莱去一下死者的公司 了解一下情况 所以呢 咱们两个就从这个碎片开始入手 把车型定下来 下一步再怎么说 咱们再看 应该怎么样 也只能这样了 先确定照着车辆吧 那行 明天上班 大火分头行动 齐晨 下班了不回家 你怎么也不回啊 看你不惊他菜的怎么了 哎 让人给煮了吧 是 应该说啊 是即将让人给煮了 什么意思啊 还不是那吴主任 让我一会儿去找他 说让我一会儿去那王有美家 给那个王有美做饲养工作去 你又要去王有美家 又 你又能看见你的琳娜小姐喽 你又能看见你的琳娜小姐喽 你能不能别火上浇油了 你呢 这臭眉苦脸的 下班了不回家 妈呢 我比你更烦 你比我烦 如果你替我去那个王有美家 你就知道了 你的这些事 它都不是事 我妈让我相亲去 相亲 相亲 我妈在网上注册了好几个账户 安排了好几场相亲 说我要是不去相亲 就不让我回家了 妈还挺吵的啊 还会上那个什么婚结网站的 现在满大街都是这种广告 她能不知道吗 这要我说吧 其实这相亲这事 也没必要着急 你看看我都不急呢 你急什么呀 你是不急啊 你有你林大小姐呢 你着什么急啊 你有完没完啊 行了 我跟你说了 我现在啊 就义一圈 你们去水果吗 哎 我跟你说啊 你的个人问题也该同一考虑了吧 不用你们操心 我自己心里有数 再说了 我哥的事还没解决呢 你不用我着急 你这孩子 别打岔啊 这不是的啊 孩子事你就别瞎操心 你说咱闺女长得那么漂亮 你现在能干 你别管他啊 你不能干 一天到晚往十五个跑 有啥结果啊 哎 你不是看上哪个交警的吧 爸 你看我妈说什么呢 老爸你真是的 哎 就是啊 谁啊 坐去看吧 快看 哎呀 主任客长你们来了 您好您好 快请进 您好爸 谢谢 坐吧 喝水 喝水 不客气 你们来干嘛呀 阿姨啊 我们今天来呢 还是想问您一下 关于测谎的问题 你甭问我 直接和我的律师联系 阿姨啊 您和您的律师 对我们现场图 还有执法记录仪的质疑 我们都虚心接受 这是我们工作上的疏忽了 但是至于其他的 我们都是严格 按照法律程序进行的 谁信呀 你们都是官官相互 妈你别这么说 我妈她不是这个意思 我知道 你们平时忙 也做了不少好事 可这个案子 你们就是判错了 阿姨啊 你还是在考虑考虑吧 我不考虑了 我有什么考虑啊 妈你说话客气一点 哎 林佳瑞哪个单位的 棒 老伴 哎这 还好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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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旗艦這個人好奇怪 有疑惑 游泛 游泛 有線 游泛 了 感谢观看 观看 走了 走嘞 你好 谢谢 谢谢 我问问员工们了 昨晚让小芸下班 他们家住到哪儿 平时是怎么上下班的 住哪儿我不知道 不过应该是做成铁 有时候我看她 跟几个同事一块来商派 昨天晚上她几点下班的 我问过同事们说是晚上九点半 小芸啊 在公司的表现非常好 大家都喜欢她 这孩子好像家境一般 不过在工作上特别积极认真 我们能和你那个同事聊一下吗 同事 您说的是小曹 对 她今天请假了 这样 明天一上班 我叫她立马跟你们联系行吗 那我们明天再过来一趟吧 行 不好意思啊 谢谢啊 再见 请 哎呦 教大科长 说不说您也吹完了 您这是来买摩托车还是配件啊 少给我平嘴啊 我来你这买什么摩托车配件 那个行 这次找我什么案子 我啊 这找你还真有点事儿 来你先看一眼 想请你这个摩托车专家帮我们过目过目 看看这个摩托车是什么车型 好 杨宝哈 杨宝哈 你等着 杨宝哈 来 坐这个车 这车可是高级 专业型车车型啊 这个性能都很棒的 赵哥 我要是没猜错的话 这肯定是辆黑车 这也就是说 这辆车是在市面上通过正规渠道买不到的 没有经过认证的黑车去对不对 应该是 你们要找这车呢 哼 可麻烦了呢 哎 大力啊 你认识那么多骑摩托车的人 就你身边这帮朋友有没有骑这辆车的 有啊 我当年跑公共赛的时候 开这种车人多了去了 就这车 你要坐上去 你那威风劲那甭提了 你这辈子也不亏了 你还参加过比赛呢 在哪啊意大利啊 你怎么不跟我说火星呢 哎呦好多年不去了 这我还真记不起来了 这样你你啊 多跑几家摩托车俱乐部看看去 像这种车 摩托车俱乐部都有明确的规定 不准在普通公路上行驶 行 咱走吧 行忙着吧大力哎你忙 哦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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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我们试验全部资料 登记亚马哈21车的只有里程这一个人 这他具体资料 这里程登记的这辆车 跟咱们那个肇事车的车型颜色 都是一样的 打电话是联系的 赵科电话关机了 这上面不是有地址吗 走咱们就货柜走 谢谢啊 没事没事没事 麻烦给人家 好 您好 阿姨 您好 您别担心 我们就找他问点事 好啊 赵科 你说里程这小子是不是出事害怕跑呢 您啊 如果是叫他撞到呱维维 这种可能性就极大 但是现在我们没什么证据 最重要的现在要做两点 第一是要找到那辆车 就是关键电子证据 第二个是看看能不能找到目击证人 让他们帮助提供宪布 不是 现在连李诚都找不着 到哪儿去找她的车呀 那李诚骑摩托车摔了 身上多少点有点伤吧 走 上医院看看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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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是在自发为郁威威卷款吗 是啊 全公司人都知道小于这人是我们感到惋惜 这么好有个姑娘 这不 我们都知道家庭特别困难 所以我们主动向她加捐款 小张 啊 你怎么叫我 那人干嘛的呀 你认识吗 他 您不认识啊 他是隔壁科技公司老总的秘书 叫吴强 吴强 他来干嘛呀 这是小于啊 经理 这你就不懂了 他跟小于没什么 可是 他这是罪功之义不在 哎你看 这小于关系多好啊 是吧那外面公司的嘞 跟他捐钱了 小张 把小曹叫过来 我差点把这正式给忘了 耽误了警官的那个事 好了快去快去 快去 请问你先坐 先坐 不好意思他 不会说话 这口不真拦 不懂事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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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介 真是奇怪了 这年头不认识的人 都跑过来捐款 看样子还是好人多 按道理说吧 你说这个捐款这件事 挺让人感动的 但是我总觉得这个吴秘书啊 有点问题 为什么这么说 具体我也说不上 但是就覺得肯定有什麼問題 要不咱去揮揮她 不揮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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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麻煩你一件事兒啊 我們是事故科的 你能把昨天晚上的就診記錄給我們看一下嗎 好的 這就是昨晚能見的記錄 來看一下 不行 這小子夠長大的呀 從事故現場跑出來 還趕到醫院來看病 不是 能不能想辦法幫我聯繫到昨天晚上值班的大夫 不好意思大夫早下班了 美女 麻煩你去幫忙一下吧 你說我們兩個為了差一晚上都沒合眼了 既然這樣那好吧 您稍等我幫您問一下 漂亮 程總 這是齊警官和民警官 您好 您剛才去哪兒了 跟我來一下 不好意思 什麼情況 既然呢 feeding官 秦明官 你不到我 咱們會個掦探 好 刚才看见你给余薇捐款 我们都特别感动 都是一个办公楼的 没什么 你们坐呀 好 谢谢啊 吴秘书 你跟余薇薇特别熟吗 事到如今 我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了 我一直在暗恋她 我以前根本就不相信什么一见钟情啊 两情相悦啊 自从看见她以后 我什么都相信了 全大厦上下班员工那么多 我总是能和她碰见 我想 这应该不是偶然的 是老天故意安排的 她人特别的温柔 你看着她 你就能把脑子里所有的烦心的事情全都忘了 她能给你一种安静 安心的感觉 假如你们 你们每天在你们看见的这种环境下工作 生活 你们能理解我的感受吗 可惜啊 我一直害怕这种安静消失掉 我就不敢向她表达我的感情 我就想每天 渊染的看着她 我的心里就能安静一下 可惜在我连接她最后一面的机会都没有 这种安静消失 吴秘书 请接哀吧 吴主任 赵科长 你们上次到我家 走了以后啊 我也想了很多 都是人 谁没点错呢 所以啊 我是这样想 你们呢 向上级机关请示请示 咱们呢 把那个事故认定 改成事故责任对半误开 怎么样 这以后啊 我王优美绝对不会再告了 阿姨啊 这就是你们商量出来的结果啊 对啊 这是我和我的律师商量出来的 秦律师啊 你应该知道 责任事故认定不是一个人就能定得了的 也不是说说改他就能改的 就算要改 那也要经过三级审批的程序 你是律师 你应该为你的当事人服务 你不能去误导你的当事人呢 赵科长 你说的没错了 我是应该为我的当事人服务 可是不能因为我不认可你们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 就是误导我的当事人吧 我跟他们说啊 对不起 借个电话 喂 是我啊 好 那我一会儿过去 对了 赵一啊 你可再注意点啊 别心里瞎想 我心里瞎想什么了 你这心里清楚着呢 你给我装糊涂啊 阿姨啊 你把话 你不是你有什么话你就说清楚 我告诉你 你别利用你职务职变 以前谋私 说我以前谋私 我要是以权谋私的话 我早就干上局长了 我还当什么科长啊 你一个人在那东的什么呢 刚才 那网友没说 说让我别瞎打主意 而且还说别让我什么以权谋私 你是真不知道呢 还是装糊涂呢 我知道什么我装什么糊涂啊我 我真的不知道她在说什么 人家那意思是说 我们的那位林姐姐 林 你说林家瑞啊 启晨啊 其实啊 我跟那个林家瑞真的没什么 没什么没什么 那人家天天往这儿跑什么呀 我怎么知道啊 不过 这话又说回来啊 有时候我觉得这个林家瑞 还挺有意思的 有的时候我觉得她特别烦人 还有时候我就觉得她 异乱情迷是吧 什么异乱情迷啊 注意措辞啊 我就说这个林小姐 她这个人还挺有意思的 狐狸终于露出尾巴咯 我什么时候就露出尾巴来了 我是说这个林小姐这个人比较好相处 我跟她在一起相处还比较愉快 仅此而已 我跟黄家在医院了解到李承的就诊记录 那大夫说 当那晚上她来的时候 说是自己踩空了楼梯摔了一跤 我认为啊 这个李承才是这个案子的重点 但是我们也得先找到她呀 那咱们就先去找那李承 把这个利害关系呢 都跟她说透露 她以为她还真能躲一辈子呀 把她添着了 师父说的有道理 咱们再等个一两天 如果她还不来的话 咱们就上他们家找她去 我 阿姨 李承她回来了吗 阿姨 李承她回来了吗 还没回来呢 这一天呀我到处找她 什么同学同事朋友的 我能想到的我全找了 还是没找到 你说这类孩子她能上哪呢 阿姨 家里就您一个人吗 可不是吗 李承他爸也出差了 哎 说这气上什么一个 前爷的山里边 电话都打不通 这爷俩没一个让我省心的你说说 阿姨啊 你儿子平时是不是开摩托车啊 摩托车什么摩托车呀 他没摩托车呀 他没摩托车呀 那我怎么听他朋友说 他有一辆摩托车啊 哦 以前呀是有一辆 早就没了 阿姨 以前是什么时候呀 哎呀时间太长了我真记不清了 哎呀 这你们家的摩托车的模型还真够多的啊 嗨 就是李琴喜欢 谢谢 阿姨我太不挑心了啊 不好意思啊阿姨 没事 那 阿姨啊 那就 没什么事我们就先告辞了 就不打人家休息了 如果李承回来啊 麻烦您务必帮我转告一声 说我们将对事物科长得有急事 行行行 那阿姨我们走了啊 嗯 走啦弟 告诉他啊 麻烦你啊 完了 哎呀 输了 哎呀 你干嘛呢 而且你 干嘛呀 严肃点 那你每天你累不累啊你 反正我不是装不下去 我感觉我自己都快成演员了 你什么感觉啊 我看你还挺美的吗 哈哈哈谁在跟你演戏了 哎呦坏 不过说实话 你决没决定 比地下年轻 还挺刺激 好呀 我现在再郑重的告诉你 我没再跟你谈恋爱 哎 我让你看看那个头盔 你给他碰掉地上干嘛呀 你说你年纪轻轻还真够死板呢 你还真够死板呢 哎有正乌袋吗 赶紧装起来 哟 来得还挺快啊 这我们刚从你们家出来 你就到这儿来了 你们去我家了 怎么来的你 这不看到你们给我发短信 这几天都干嘛去了呀 这几天就要心情比较不爽 去我朋友待了几天 这不 今天早晨才开机 看到你们给我发短信 所以我就过来了 知道 和门将来干什么吗 不知道 啊 那我们去看门见山啊 你是不是有一辆摩托车 有啊 什么牌子颜色车牌号 亚马哈黄色的 没牌照 摩托车在哪啊 车前天晚上让我爸给拉走了 费要被给卖了 说不再让我骑 为什么突然间就不让你骑了呢 你看这 都摔成这种彩样他能让我骑吗 他还说那肉包铁太危险 怎么摔的呀 在公园一控场地 试车的时候不小心摔的 哪个公园什么地方 怎么试车就摔了呢 就在我家街星公园那条街上啊 警察同志 这伤可真是我自己摔的 不信您可以问去 你爸爸的摩托车弄哪去了 他能告诉我 那就打电话问问 我爸手机给关了 我的摩托车说真的 我都不是自己去哪 你爸爸的摩托车弄哪去了 警察同志 您这一痛的神 我到底发生什么事的 叫你来不就是为了神你吗 难道叫你来过来 跟我们唠家常啊 前天晚上在你们家小区之际 有一辆摩托车撞人逃逸案 跟你的车型和颜色是一样的 而且肇事者 还摔伤了 你说怎么这么巧呢 你们怀疑是我 骑车撞人还逃跑 你们怀疑是我 骑车撞人还逃跑 这怎么可能呢 警察同志 警察同志 您可得好好查一查 要不是可真冤枉人了 要不是可真冤枉人了 今天结果出来了 李承头盔上的毛发和血型 和肇事现场的毛发不吻合 我让老尹带着李承 去李承说的那个公园看了一眼 没有他说的那个摔伤的痕迹 这就说明 壮死于葳葳的不是李承 可他为什么要说谎呢 那壮死于葳葳那个人 到底是谁啊 我那天去天委公司去看了一下 正好赶上他们给余薇做捐款 旁边科技公司的一个秘书 也过来捐款 我当时呢就和米粒去找她谈话了 她说是因为喜欢余薇薇 才做的捐款 但是我总觉得这里面有问题啊 有什么问题啊 说不好 女人的直觉吧 又是直觉 我们办案是要讲究证据的 其他动质啊 我不会无缘无故这么说的 当天她捐款的时候 那公居的特别的虔诚 而且我和米粒跟她谈话的时候 她根本就不敢正视我们俩的眼睛 重要的是头上还带着伤 虽然李成的那个头盔和血型啊都对不上 可是她那个伤从哪儿来的 还有她的父亲把那摩托车给她整到哪儿去了 这些我们都要搞清楚 这现在啊只有找到那辆车才能找到赵世仁 只有找到李成的父亲才能搞清楚这事情的真相 那我和老尹再想想办法吧 好 对了 还有我对你说的那个秘书挺有感兴趣的 尤其是她头上那个伤 抽时间去看一看吧 到时候我就会让你知道 女人的直觉有多重要 我父亲跟田明的父亲是大学同学 我没听我爸说过呀 怎么了 有人举报田明的父亲通过你的父亲 来帮这个案子说情 我们呢是来了解一下情况 这事我不知道啊 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这个也是有人举报 你呢 以后你好好想一想 写个书满材料 让我们也有一个详细的了解 行 不知道了 是这样的 你听你说可不是 English 我是谁要带我妹子 你以后拔马基尔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 天发还带儿子上周给我打电话 你又问我 这是干嘛呀 他儿子上周给你打电话了 是啊 他儿子说 他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想让我跟你说说 工作上的事我不干预 我就没给你打电话 那行 那好了 我知道了 儿子 你啊 好几天都没回家吃饭了 老师等我们睡了你才回来 今天早点回来啊 行 我尽量 爸 我这儿还有事 我先忙了啊 挂了啊 好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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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陈经理 你们怎么又来了 我们想找吴秘书了解一下情况 你们老找他干嘛呀 吴秘书今天请假了 他不在 那麻烦您了啊 您好 能打扰一下吗 可以啊 这个吴秘书今天为什么没来什么班啊 你们不是问程总了吗 哦 你们程总没说 哦 他是不想告诉你们 你有吴秘书电话吗 有 能帮我写一下吗 好的 等一下 嗯 好了谢谢 不客气 没事 再见 说这吴秘书为什么不接电话呀 心里有事躲了呗 我现在觉得他的嫌疑最大了 你为什么这么说啊 给我解释解释 因为他头上有伤啊 我觉得 就应该把他的头发拿回去 我们进行比对 准能对上 我觉得这个吴秘书说不定就是他给撞死的 不然的话 不认识的人干嘛去捐款啊 肯定是心里有鬼 怀哥不能这么说啊 以后还让人怎么捐款啊 哦 吴秘书姐 我们下也不该怎么办 走 怎么是你们啊 我们能进去吗 坐吧 你头上这伤是怎么回事啊 没事 碰了一下 吴秘书 跟我们回趟交通队吧 有起事骨需要你跟我们配合一下